来到台北的立法院陈情抗议 到底为什么要来陈情抗议 其实说起来真的是很心酸 小邮球的渔民就说 他们出海去捕黑鲑鱼 真的是很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 因为一旦被菲律宾的海巡署抓到 他们就会进监狱 而且遭到殴打 逼着他们把钱财交出来 以前花个四五十万元就能够摆平 人传平安 不过现在黑鲑鱼商机实在太好了 菲律宾政府贪图这个商机 根本就是直接攻击渔船 现在他们是人 船跟渔货统统都要 今年屏东东港第一尾黑鲑鱼 大阵仗的热闹拍卖 最后以136万元成交 政府把黑鲑鱼搜查成地方的重要盛事 黑鲑鱼成了渔民眼中的黑金 却也让渔民身陷猎捕杀鸡 十年前就曾被菲律宾扣押的渔民就说 出海捕鱼就像走上不归路 渔民一旦被菲律宾逮捕好一点的 还可以关在渔船里 只是钱财渔货全被掠夺 被关在菲律宾八个月 还得靠当地华侨施舍米饭 才不至于饿死 更有些渔民直接被关进监狱 用急行对待 就是要渔民拿钱来换命更自由 渔民说就像黑鲑鱼的价值一样水涨船高 菲律宾官员对台湾渔民根本是坐地起架 现在只要被盯上就得花大钱才能摆平 菲律宾对待我国渔民的态度简直惨绝人寰 渔民不懂为何政府只看到黑鲑鱼商机 却不顾渔民心痛的爱好 众地新闻屏东综合报道